今天的这期讲座呢 我们面向于加拿大的中产 大家都说经济不好 那税增加 我们的mortgage贷款增加 失业率增加 这些情况下呢 虽然有一些不错的福利 但我们都知道加拿大的福利 针对的可能是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和人群 反而我们中产或中产以上呢 这些不好的地方都展 没有什么舒缓的一些方案呢 那我们中国人呢 可能传统来说都是很保守的 那他想到说去借钱 大家能想到只是说我去借钱买房子 我们很多买房的这个中产家庭会发现到 哎呀现在这个房子 没有办法给我带来现金流 当然有些人把房子出租可能好一些 但很多家庭呢是自己自住的 那现在贷款又这么高 大家会发现钱非常难挣 也更难存哈 那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那中国人的观念里就是说 OK我借钱只是买房子 但现在房子不一定是你的资产了哈 懂得投资的人会利用的 加拿大非常好的金融体系 就是去借钱 借钱来进行理财 利息可能是远远低于你的回报的 那针对刚刚说的几个难点 难挣钱 难存钱有什么好解决方案 那第一点哈 就是大家愿不愿意去利用 像是这些加拿大非常好的金融体系 去借钱做投资 那尤其是像是一些杠杆投资 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这个前期的投入 但是能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回报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要能够利用好 加拿大的金融的体系 增加你的被动收入 能让钱生钱 能让你自己不用花特别多的精力 不用太操钱 太操心 就能有一些被动收入 也是非常好的一点 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哈 也是针对于我们一些中产家庭 一些高高税收家庭 就是贷款的利息 其实可以是抵税的哈 那在加拿大这边 如果你是有贷款的利息 它是可以直接抵扣你个人的税收的 那尤其是如果你利用一些杠卡投资 那你又能省钱 又能挣钱 其实你还能够这个省税啊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简单来说 帮大家总结的 针对于现在中产 一些好的一些输款的方案 嗯 帮我